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排序算法 咱们开始学排序了 对谁排序 对数组进行排序 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数组的排序该怎么排 一言以蔽之 有两种方法对数组可以排序 第一 调用数组对象本身的so的方法进行排序 第二 调用全局函数so的进行排序 都该怎么做 马上看例子 下面是我给您准备的一个实战演技的例子 咱们马上运行 看结果 咱们一边运行 一边看结果 我一边给您讲解 Test点Py Python 然后咱们先考过来 前面这三行代码运行 看结果 好 稍等 把这个画面调整一下 咱们看老规矩 左面是代码 右边是运行的结果 没有问题吧 咱们先看我现在这三行代码都是什么内容 第一 定义了一个数组 或者说定义了一个列表 MyList 里面有五个元素 库里 哈登 勒布朗 杜兰特 科比 没有问题吧 有五个元素 那么咱们首先先打印出数组所有的内容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咱们干什么 大家请看这个 这是一个新函数 它不是排序 但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函数 什么意思 LEN LEN 它是取得数组的元素的个数 咱们现在这数组元素有几个 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 对不对 所以说这行输出是五 咱们看是不是输出五 Let's go 试一下 PY TEST 注意看 我回车了 Go 大家请看 第一行输出了数组的内容 没有问题 第二行输出了数组元素个数五 调用的是LEN LEN 方法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咱们该排序了 怎么排 咱们看 先来这两行 注意看 我是怎么调用的 MyList 是咱们数组对象 或说叫做列表对象 它本身有一个 点sort 有一个sort的方法 咱们直接调用它 就能够排序 排完序之后 咱们再输出它本身 看看它本身 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因为它是面向对象的编程 所以说 数组本身的元素内容 发生了变化 看结果 Let's go Go 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数组的 原封不动的内容 然后咱们看 这是排序后的内容 发生变化没有 对 它按照字母顺 进行了升序排序 库里D是C C比较靠前 ABCDE 它放到前面 第二 杜兰特 ABCDE 所以说 拍在下面 H K L 没有问题 然后上面 咱们是个乱序排序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 这两个球员 第一个字母如果相同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比较第二个字母 看是不是按照这个字母顺 所以说这是它正序排序 升序排序 没有问题 听明白了 OK 好 咱们再往下 接下来 我再拷贝过来 这是干什么 注意 数组 还是这个数组 但是方法明变了 刚才叫Sold 现在叫Reverse Reverse 什么意思 反转 把数组的元素内容进行反转 刚才咱们做到这步 是字母顺序的升序排序 对吧 咱们一反转 变成降序 看看是不是这个结果 Let's go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先看第三行 第三行是咱们排完序 升序排序 然后咱们看 Reverse正好把第三行元素 所有内容 做了一个反转 比如说 第三行最后又是乐布朗 反转完之后 第一个是乐布朗 对吧 第三行第一个是库里 反转完之后 最后又是库里 第三行的第二个是杜兰特 反转之后 倒数第二个是杜兰特 没有问题吧 它做了一个反转 把整个数内容进行反转 这个在咱们边上中很常用 对吧 咱们比如说要求一定顺利输出 但是呢 还要有咱们符合业务规则的时候 经常用到反转 请您要记住这个方法 OK 接下来 我把这两行拷贝过来 这四行 接下来是干什么 咱们看啊 我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调用了一下点色的方法进行了字母的声序排序 对不对 但是我想降序排序该怎么办 他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参数 注意看这个地方 reverse 反转 是否反转 如果不反转呢 如果等于force呢 降序排序 如果反转呢 声序排序 对不对 好 咱们试一下结果 我想啊 reverse等于处是降序 reverse等于force是升序 这个是升序啊 这个是升序 这是降序 好 咱们试一下结果啊 稍等 我把这四行先屏蔽起来 咱们直接看新输出这个两行啊 Let's go 大家看 这第一个reverse等于force不反转 所以说呢 是声序排序 然后第二个reverse等于处是要反转 所以说大家听到这地方 降序排序 没问题吧 OK 这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说 您在做这个排序的处理的时候 使用前面这两个方法也行 或者说干脆就使用sort 然后传入参数也可以 我推荐使用下面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咱们比如在这地方 仅仅是调用一个sort 代码的可读性不是很好 因为咱也不知道 调用sort是升序排序 降序排序 脑的东西乱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指定一个 它是不是反转 咱们就能够知道 一看代码就能够知道 是升序还是降序 一目了然 所以说推荐明了的写出 您的代码的逻辑 将增加代码的可读性 OK 再接下来 排序函数 讲到排序函数 刚才是mylist的方法 对吧 对象方法 现在用到全局函数 咱们赶紧试一下 老规矩 把上面先屏蔽起来 算了 这个上面我删掉吧 好 老规矩 看啊 定义了一个语言的列表 语言的数组 Python Javascript Luby on Rails Kotlin 最后一个是炸网 没问题吧 也是五个元素 然后咱们打印出元素的内容 然后大家请看 调用全局的sorti的函数 对这个数组本身进行排序 刚才咱们怎么做的 是这个数组本身点sort 对不对 不是了 咱们调用一个sorti的 这是全局函数 不用声明 就能够使用 为什么 在蟒蛇的核心库里面 好 咱们调用它进行一个排序 然后咱们再调用它传入一个参数 你看反转 跟刚才就是意思一样 对不对 再进行一个排序 看看什么结果 马上运行 一个正序 一个道序 对不对 试一下 好 准备运行 Go 大家请看 第一行输出我原封不动数组的内容 第二行进行了一个 大家请看 声序排序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个 因为我reverse设成了true 第三行就是说 在我反转的前提下进行排序 所以说 大家请看 是字母顺的 降顺排序 降序排序 没有问题吧 OK 那这就是排序的简单的方法 您可以调用数字本身的方法进行排序 也可以调用全局函数进行排序 但是作为面向对象的思想来说 我推荐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排序 因为咱们把数字理解为一个对象 调用对象本身的方法来改变本身的状态 这是面向对象的思想 对不对 所以说推荐您使用上面的方法 下面是面向函数的编程 我什么时候都调用全局函数 这个不是面向对象 这个不符合咱们主流的思维方式 所以说推荐您使用上面面向对象的思想进行排序的操作 其实不管排序了 今后咱做其他操作也是要基于面向对象思想比较好理解 对不对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关于排序算法的知识点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今天我的代码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和B站 供您下载观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一下我的网站 咱们一起学习 好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